庆祝119消防节新竹市长高宏安 率领着新竹市的消防员跟益宵们 来到新竹都城隍庙上香 祝福都城隍爷公的圣诞千秋 也希望城隍爷可以保佑消防员 跟益宵伙伴出行平安 今天是119的消防节 那我们新竹市的消防局 维持长年以来的这个传统 从早上开始举办捐血活动 那据刚刚所了解的 已经来到了400代的这个成绩 那我们在下午的时候 我们也来到了城隍庙 那我们在这次我们也祝福 我们城隍公爷的这个圣诞千秋 所以全体的这个益宵总队 还有包含我们消防局同仁 大家一起来到城隍庙 那除了说其实祈福我们的圣诞千秋 这个城隍公爷圣诞千秋以外 那当然更重要因为119消防节 所以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祈福仪式 能够让我们新竹市 所有的益宵消防的同仁 大家出勤都相当的平安 高宏安也表示新竹市政府 对于消防员的照顾不遗余力 在议会的支持之下 最近通过了普顶分队听设的新建 在原额设备的部分 也给予消防队员最大的支持 不管是人员的原额 或者是我们在超勤加班费的一个补助 那或者是说在整个一个 我们的执行的环境上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消防同仁 可以出外执行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如虎添翼 然后也保护他们的安全 所以在这部分呢 我们确实也做了许多 来协助他们的事情 那也包含听设的重建 这个部分呢 也在我们去年的议会当中 也受到议会的议员的支持 也正式的通过了普顶分队 这个听设的成建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的话 新竹市政府绝对要做 我们消防同仁的后盾 不管是在原额的部分 或者是在预算的部分 甚至是在设备 还有一些救灾的器材上 绝对是要给予我们消防同仁 最大的一个支持 所以在这边也谢谢我们城隍庙 也谢谢我们的消防局 跟一勺总队 今天在这个119消防节 能够为我们的新竹市民 大家一起来祈福 消防局早上举行捐血的活动 下午为消防弟兄祈福 119消防节 祝福所有的消防弟兄 佳节愉快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特别